乃瑜你知道嗎 我過去這三個禮拜 人在國外 但是呢 我在關心台灣的新聞的時候 我自私念念的就是一個人 就是誰 就是阿伯啊 天啊 終於輪到我 可以好好來講他了 這三個禮拜 我終於想了好 有三個禮拜 今天來一次來大放送 真的 我跟你講喔 為什麼這一件事情 大家現在小草看到阿伯 真的新娘了一半 欸 2012年 包括我本人啊 就是我還被 那個我們友台的主持人 笑了 我大概笑了 公開笑了起碼五次 我又再講一次 為我過去兩次 投給柯文哲來指簽 Sorry So sorry I'm so sorry 對 那現在就講到說 為什麼我們這些人量掉 量掉最重要的原因是說 你知道嗎 他在2014年剛上任的時候 他說什麼 他說五大必案啊 結果後來隔了 當了一任之後 變成五大怪案啊 做完之後變成五大案啊 既不必也不怪 然後現在想說不對耶 一一來翻出舊章之後 發現你從頭到尾都在瞎搞 都在亂講 所以認識他非常深的遊俗會就說了 原來柯文哲這個人 八年來讓遊俗會看懂了 原來柯文哲跟財團啊 從最遙遠的距離 變成沒有距離 沒有距離透過四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立威 什麼立威呢 就是說你們這些台灣人 全部都是必案嘛對不對 查啊 查你們的遠兄有問題 什麼怎麼可以這樣子 哪一些危機 為什麼後來都沒有問題 要查 然後再來 三創 要查 紅海有沒有什麼 拿到他吃人肉是不是 然後他甚至接受 我們財經媒體的 封面專訪 說什麼 我柯文哲就像個大象 看到那些財團 就像採螞蟻一樣 自動死 結果到最後呢 你呵護他 不僅呵護到什麼地步 所有你要講整肅要立威了 最後都變懷柔 然後還甚至說 郭守正 真的是一個有為的年輕人啊 所以先不想說 你是中高 還是怎麼樣 其實人家沒有 人家是從最遙遠的距離 慢慢慢慢變成 完全沒有距離 怎麼樣完全沒有距離法呢 就兩個方法 第一個在白天 白天要相會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所有 要跟這個財團相會 譬如說 沈慶晶 如果要為了那個 這個他們的 他們當時的那個 容積率獎勵案 要從300多 要變成560 560變成800多 情況之下 你一定要去跟 就是說他跟拜會 會有從毒發出啊 會有這樣的紀錄啊 這些都是沒有問題的 結果他有做嗎 他完全沒做 然後沒有做 那他怎麼見到的 小牛不出來 我們都不知道說 我們以為他只喜歡 跟那個蔡明忠 從後面來 蔡明忠 蔡衍明 蔡衍明 蔡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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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 那這些人他都有見過 怪怪怪怪怪 但你說蔡 這裡蔡明忠確實也見過 也沒說錯 每個都有見過 從前面後面 我們是不知道 但是都有見過 你回來就開車 對 因為那個大奶寶不在 我幫他開一下 那現在情況來了 現在發現說 原來排你行程的幕僚 才知道 說你都以簽白天 以簽公文之名 事實上是密會財團 我們今天講密會沒有錯吧 因為你完全沒有進行 相關的廉政公路 你現在甚至連公開行程都沒有 所以我們以為你柯文才 清清白白 沒有想到你一天到晚 跟那個財團在那邊 你的辦公室裡面私會 結果晚上有我們的那個 前幫修 現任的一個 前幫 前幫修 就是張藝燦 前幫修沒錯 現在變成是污點證人 出面來指控 他所幫修的一個對象 主謀呢 原來在他以前幫他排行程的時候 用一個絲 後面還有一個逗點 我都覺得很有趣 你為什麼不是絲 句點 為什麼用絲 逗點 為什麼要用逗點 你知道嗎 因為後面有很多 那個有趣的故事 是即將發展當著說 還沒有到據點 所以就代表著後面有很多的關係 不斷的延綿下去 所以白天以千公文之名 進行跟財團私會 晚上 再跟財環以私之名 進行相關的點點點 所以你就說 原來柯文哲 你用照出來 塑造出來 小草心目中一個公開透明形象 其實私底下真的是 醜陋不堪 最重要一件事情 你不僅跟財團之間沒有距離 我覺得他這一招很狠 他甚至為了要幫助北市科的這個案子 他幹嘛 他竟然設局來誘騙原大人獸 原大集團竟然要跟他變成社藍業 設局原大集團要來當成一個 靈演的角色 然後感覺上他要來 尊正的目的 是要來幫這個北市科 就是我們的新光集團 原獸這邊的部分 進行綁標 我跑財經這麼多年 我從來沒有看過 竟然是由一個市政府 就是我們的政府單位 主動發函給這個財團 說你來 你來 拜託你來 發了兩三次 人家到第三次我說 抱歉 我才是沒有去 我就沒有了 你們這個地 我用我 沒興趣 沒興趣 為什麼沒興趣 我早就知道我是靈演嘛 陪伴啊 就像是今天如果說 人家來明明要進行一個 就是所謂的 那叫什麼 這木偵女主角 結果就有人就 拜託我陪乃魚去 我當然也不要去啊 那乃魚一定選上了 我去幹嘛呢 所以呢 這個其實就是這樣狀況 你找了一個人來 他幫你設局 來幫你營演 人家那個原大很聰明 我有興趣的不是這一塊 我有興趣的是那壺那塊 人家跟你生動 沒有想到你在12月16號 用不知道什麼樣的名義 把人家騙來之後 人家就說 我從頭到尾 沒有跟你談過這個案子 結果你竟然在你的公文上 竟然增載是 你有出席這個會議 而且有談這個案子 現在是連原大代表跟那個 說不攏啊 誰說謊呢 對 所以現在整件事情 我真的是嘆為觀止 我們以為你只是跟財團 在那邊沒有距離 跟財團一起合謀起來 在那邊拿大刷吃人肉 吃市民的肉 沒有想到你還設局耶 幫你的那個星光集團 來設局原大 來讓他變成是一個陪榜的角色 來陪你演這一齣戲 我覺得這挖下去 這個柯文哲三大必案 會讓他官司產生 各位看完不要跑 記得一定要趕快 訂閱分享按小鈴鐺 加入我們的狠狠走內幕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Gracewood 每一次的發車